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和你分享一道我的私房菜 茶香牛腩 先泡一下茶叶 选什么茶叶呢 茶叶的分类比较复杂 很简单 我们就选发酵比较充分的茶 比如说你外面看到的普洱 或者外面卖的那个红茶 或者砖茶那一类的都可以 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 把那个茶叶的味道泡出来 水量可以先少一点 不够后面我们再加 第二步处理一下牛腩 因为北美这边牛腩的腥味比较大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清水里浸泡半个小时 洗掉一部分的血水 牛腩选牛坑南 这个肉汁来做这道菜最合适 牛坑南就是勒骨的那个部分 所以勒骨抽掉以后它有一个坑一个坑 所以叫牛坑南 这个超时很常见 把它切成块 可以稍微切大块一点 煮过之后还会缩水 准备一锅冷水 切好的牛腩放下去 这个就是进一步去腥 如果你想更彻底一点 还可以往里面放米酒 再放生姜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把火打开 让它慢慢的烧开 在这个过程中 牛肉当中的血水 会进一步的被逼出来 你看表面上浮的这些白沫 就是血水出来以后的效果 当水烧开以后 我们再煮它半分钟 就可以把牛腩捞出来了 这时候的血水应该比较彻底的被清除了 用冷水清洗把浮沫洗掉 有朋友说要不要用温水 怕这个又收缩回去 其实没关系 我们后面的是要慢炖的 所以用清水会方便一点 记得要把水分甩干 放在一边备用 第三步我们准备一下 这些香料 我都写在屏幕上了 第四步我们就开始煮了 准备一口铸铁锅 要用铸铁锅煮的效率会比较高 往里面放一块冰糖 又碎的冰糖最好 大块的冰糖 只要把火开小 慢慢的加热 它一会就碎裂了 因为是小火 所以融化出来的糖 也不会很快的变色 等它全部碎掉 融化了 我们才开始翻炒 炒到像这样子 生棕色 小火就不用担心它会炒到焦苦 就是屏幕显示的这样的颜色 开始冒烟 就可以把牛腩放进去跟它一起炒 这一步是这道菜的非常关键的部分 炒的时候不要怕糖会粘锅 因为牛腩里面还有水分 煸炒它就会水分会渗出来 以后放酱油 我用的只是普通的酱油 不是老抽 加上刚才炒的糖色配合起来 一会出来的色泽会非常的漂亮 接着把刚才的香料放进去 茶叶水倒进去 因为我刚才泡的茶叶水并不多 所以还需要加一点清水进去 这个水量不要太多 就不需要没过牛肉 就是快要倒上面的这个程度 因为牛肉煮过之后还会出水 那最后因为我们还要收汁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汤 烧开之后加盖 转中等偏小的火 再煮50分钟 这个铸铁锅效率是最高的 如果其他比较轻便 材质比较薄的锅 可能煮的时间更差 甚至水分会更容易煮干 好 你现在看 非常的漂亮 这样的做法只要简单的挤样 香料就可以让它香味十足 你可以尝一下 然后看 肉汁已经软烂了 但是又不散 好 现在把火开到最大开盖 就是收汁 把里面的水分蒸发干 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 煮到这个程度 底下还有少量的泡泡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汤汁了 你只要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油汁 我们在煮的过程 把牛肉里面的油汁又给逼出来了 然后让牛肉在油汁里面 再翻炒一会 它外面就有这种焦香 有点像烤牛肉 BBQ牛肉 甚至说牛肉干的那个感觉 就像烤牛肉 就像烤牛肉 可以配着这个生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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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了没有首先 烂 这香到透到里面去的香 你有没有吃到茶叶的味道 没有 感觉不到茶叶 而且这个 这个脂肪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油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排掉油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呢 茶叶它本身能够简易 跟你以前做过的红烧都不一样 这个甜度啊 刚刚好 又不会过 很合适 哦 妹妹香 都好火 不难吃的 妈妈给你点菜菜吃好不好 菜菜可以吗 你要牛肉 妈妈另外白白的 待会煮一个给你 这样的话 茶叶煮进去了 脂肪又排出来了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不能湿肠 巧夫又吃一块 五十分钟 刚刚好软 肉就落烂 不会 不会饮了 太好了 这个再给它收干一点 基本上就像牛肉干了 这味道很特别吧 它不像红烧 没有汁的 这个可以做餐馆的一道菜 对了 这个餐馆摆出来一道菜是特别好看的 太棒了 我这个分享给大家 开餐馆的朋友你们可以到党试一下 还可以加一些其他香料 我只是简单的香料 再发展 对再发展 就可以变成你们的吃饭餐 对